我们也注意到黄欣是一直跟着国家地震局的救援队 那么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以及他所掌握的最新情况 你好黄欣 你好何姐 我现在很想知道你跟着救援队现在掌握了哪些情况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跟救援队是分开两路走的 因为现在救援队是要乘坐空军的直升机到达保新线 那么由于需要空出位置来装更多的装备 就是说我们决定还是自行开车通过公路来进入到保新线 目前为止我已经抵达了这个 在下午的时候已经抵达了保新线 在跟地震救援队联络的时候 非常可惜的是还是由于天气的原因 那么就是不具备这样的降落条件 那么救援队的精英部分30多个人 依然是在庐山的临时机场进行占命 截止到现在为止呢 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深夜 那么天已经完全黑下来 那么我现在还没有收到救援队的进一步的信息 那么他们应该现在还是在庐山的机场待命 而且现在天黑了以后 这个飞机是基本上不具备在野外降落的这样一个条件 那么今晚可能救援队还是无法到达这个保这个县城里边 那么这个现在他们据我了解的 还在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开会和这个商议 那么看明天是怎样的一个行程再来决定和解 黄欣刚才告诉我们 救援队因为的确要带着非常重要的一些仪器 所以他们要等待这个飞行 希望本来是希望以比较快的速度能够到达灾区 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他们也不得不停滞在那边 那么你现在是在保兴县城啊 你现在关注到的情况是哪些呢 现在保兴县城我所在的 为地方的这个整个这个整个路灯都已经亮了 部分的电力已经恢复 就在这个保兴县城的一所学校操场上呢 也是有大量的帐篷 基本上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区域安置这个灾民 那么现在预计这个 估计这个这里面的灾民 大概有两千多人左右 整个的现在在保兴县城里面的情况 还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所有的这个交通也进行了一个管制 所有的大型车辆运输车辆都是靠边行驶 然后非常有趣的在进行一个 救杂的一个活动和进行 好的谢谢黄兴的报道 好根据黄兴的报道 我们也发现了相对可能保兴县城的情况 是比较相对比较稳定一些啊 但是呢可能就之前被隔绝的 像太平镇这样的一些地方 恐怕现在还是情况会比较艰难 就像之前我们的记者冷尾带回来的报道一样